记者许世影台北报道,电影大师王家卫的经典代表作《阿非正传》修复版,在映米的热切期待下,终于将在本月28日在台上映。 该片虽为王家卫指导的第二部电影,但普遍被认为奠定王室风格的首部经典,尤其集合张国荣、张曼玉、刘德华、刘嘉玲、张学友及梁朝伟等人演出,更是华语影坛很难再有的超强梦幻卡斯。 电影作公布2018年台湾重映版海报,难得可见六大巨星起举香港的皇后餐厅,充满住华语影坛化时代的意义。 几位巨星以各自角色的姿态拍下着经典的一幕,海报设计刻意保留当年的经典原味,而上方弯曲的线条,则是代表时间流转的印象,也为这次修复版上映留下印记。 而电影策划人陈善之也曾透露可以拍到这张海报,是因为当时是电影第一天开工拍摄,六大巨星齐聚,却因为未进行拍摄,第一个上场的是张学友,王家卫发挥模细功力,拍了二十多回,接住轮到刘嘉玲,要求他吃东西并对住镜头说话拍了六十几次,再换到张国荣也拍了十四次,梁朝伟拍摄六回, 到张曼玉时,他看住已经泛白的天空,直率对导演说,我觉得大家都累了,不如收工。 陈善之回忆说当天刘德华是最准时到场,却一个镜头都没有拍,但他完全不介意就收工, 让陈善之很感动地说,华仔真的很好,很体谅大家,但也因为有这一晚,我们才有了这一张经典的海报。 阿飞正传修复版将在台湾的台北、桃园、台中、台南及高雄五个城市上映,消息一出立刻成为影吃讨论话题,可以见到华语影谈巨星二十八年前的风采,尤其是张国荣神情融入角色,完美诠释浪党子阿飞,更让影迷无限怀念。 预售票将于9月12日张国荣明诞当天开卖,阿飞正传修复版将在台湾上映的消息一出,立刻成为影吃讨论话题。 花映提供,阿飞正传重影版海报正式公开。 花映提供。